中华职棒统一师的投手小小郭郭洪志 今天是来到了高雄的长庚医院 出来做体检了解他的身体状况之外 他还和队友们一起帮病童来庆生 能和这些职棒球星近距离的接触 一起玩游戏拍照留念 也给了这些小朋友和家长一个难忘的周末假期 职棒统一师的球员在长庚医院 参加一场特别的庆生会 庆生会主角是医院里生病的小朋友 小小郭跟其他六位队友态度亲切 受到病患和家属热烈欢迎 希望女孩要稍微加油像我们一样 其实我们不管在球场上生活上 我们都会遇到很多困难的挫折 可是我们只要有一颗希望的心 然后大家互相鼓励 我觉得什么难关都可以不错 病患家属中带爸爸带着女儿的照片 来跟郭洪志合照 因为照片里可爱的小女孩 已经无法亲自出席庆生会 但爸爸这份心意令人感动又感伤 这些照片我一直都带在身上 那有帮助别人或者一些美好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都会告诉她说 妹妹你看我们又做了一些事情 然后爸爸很开心 你一定也会很开心 参加庆生会的球员们不约而通的表示 这是一场有意义的公益活动 希望所有生病的小朋友 都要勇敢对抗病魔 联合报徐白英高雄报道 谢谢大家 好 好